在我手上這個血氧機呢 現在在藥局很難買得到 不過現在呢 手機就有APP一樣可以偵測血氧濃度 這手機APP怎麼測血氧呢 透過裡面這個scan點進去之後呢 接著按STAR 它就會開始呢 在這個鏡頭的部分會有一個閃光燈 而我就把這個手指呢 放在這裡 它就可以進行測試了 把食指放在手機鏡頭位置 開始偵測 閃光燈會自動打開 血氧APP聲稱透過這個簡單動作 就能測量血氧 約30到40秒數值就跑完 心跳血氧和呼吸頻率都能測 紀錄還能存在雲端 就是一個打出光 然後另外一個去監測 它吸收光的差異這樣子 去算做換算 但是因為這個是直接 用血紅素跟氧核血紅素 它吸收紅光的頻率不同 直接去做換算 一般血氧機 虛假在手指透過甲床 以紅光波長 量測血液中含氧濃度 而血氧APP 則是需把食指的指腹 壓住閃光燈跟鏡頭 到底準不準 同時用這兩項來測 血氧機約10秒就有數值 但是會依照身體當下情況 數值會跳動 至於APP跑得比較久 最後數值出來 數字就固定 手機血氧跟心跳 數值會少於血氧機的數值 2到3左右 還是會有誤差值 這一台血氧機 因為它是持續性的監測 所以它就會依照患者現在的狀況 然後去做浮動式的調整 一般人都用994以上 會不會是正常的 這款血氧APP 最近因為新冠疫情而爆紅 由印度新創公司開發 iOS或是Android系統都可下載 只不過它沒獲得 台灣醫療相關單位證實 不能作為醫療依據 數值 參考用 一般保健目的 還可以 至少不用跟風 搶買血氧機 TVBS新聞趙立宏小琪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